隋扬帝杨广在结束南北朝将近三百年大分裂的过程当中还真就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当时他还是晋王 只有二十一岁 多年轻 当然了 他老爹给他一个重要的机会 五十多万大军直接讨伐南朝 兵分三路 其中最重要的一路交给了杨广 这是摆明了让杨广立下不适的工业呀 因为他这一路大军直接指向对方的老朝建业 这个都城是整个南朝兵丁和精华之所在呀 这么多年来南北朝双方都是一直并立的 眼前的这个长江啊 无论南朝还是北朝 这么多人人之士都想越过这条大河 统一全中国呀 这份功劳摆在杨广面前 他心里不紧张吗 当然也紧张了 肯定迎接他的是一场血战呢 所以不断派出探马打听消息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啊 探马传回来的消息 让所有人是大吃一惊啊 整个宽阔的长江江面上 没有陈朝的军队巡逻 这就让人非常匪夷所思了 这难道是对方有什么陷阱吗 其实啊 还真不是 陈朝的后主叫做陈书宝 跟秦兄秦书宝那个字 那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英雄气概 那就差得太远了 这位陈后主就喜欢风花雪月 天天找一帮文人 包括美女 今天唱歌 明天饮酒 也就是这么一个主 而且写诗的水平 你又赶不上南唐后主礼遇 但是啊 也留下一些千古名曲啊 玉树后庭花 这就是陈后主 给后世留下的最大贡献 所以杜牧留下那首诗 商女不知亡国恨 隔江由唱后庭花 这也是对陈后主 最后的哀悼啊 不过陈朝这一边呢 明明知道对方已经有情动了 还偏偏在江上 没有传巡逻呢 就是因为陈后主要搞一个盛大的阅兵式啊 这个阅兵式是给谁看的呢 就是给后梁投奔过来的这些遗老遗少看的 原来呀 后梁被陈给灭了以后 这些遗老遗少跑到江北去了 投降了北方 所以隋文帝在统一之前 唯恐这些人发生叛乱 采取什么举动 于是啊 就把家族当中管事的人搅到了京城 相当于软禁起来了 结果底下这些百姓慌了 我们怎么办呢 国王又被人抓走了 而且啊 听说专门派了一个新任的地方长官 叫做崔玄杜 这个人六亲不认 下手非常狠啊 比如说啊 他在那吃甲鱼的时候 问手下伺候这些仆人 说甲鱼味道怎么样啊 这些仆人就讲了 甲鱼味道确实不错 结果呀 他就勃然大怒啊 你们压根就没吃过甲鱼 说什么味道好啊 这明显是骗我吗 拉下去 给我狠狠的打 你看看 就是这么一个满目讲理的主啊 这个人来了 当地老百姓都非常的害怕呀 大家互相一商量 怎么办呢 咱们跑吧 干脆过江之后 投奔陈后主啊 陈后主一看 这帮人来投降了 非常高兴啊 这就是我德行 把大家赶招过来了 所以呀 我就一定要把这些人留下 但是啊 这些人既然能反叛北方 也有可能反叛我陈朝啊 既然来了 我就要给他一个下巴威 我要在南京城啊 当时的剑业 搞这么一个越剑式 让所有的人看一看 我们陈朝有多么强大 不能再生反叛之心 他这么想 把所有的战舰 都调到了健康城下 这下相当于万里长江不设防啊 其实南北对峙啊 南方也是人才无数啊 怎么可能没人发现这种情况呢 手下的将领啊 就跟他讲了 您要这么干 那等于放纵敌人啊 一旦对方打过将来 那么朝廷为夷啊 结果这个陈后主怎么讲啊 没问题 天道在我呀 当年 前秦的蒲奸又怎么样 来了之后不也被我们南朝打败了吗 这么多年 有谁能打过长江天险呢 根本不用担心 一切尽在掌握呀 其实啊 不怕没好事 就怕没好人呢 他手下还有一个弄臣 叫做孔范 专门陪着皇上 写那些银词咽曲的 就跟陈后主讲了 说陛下 就这些将领啊 哪有什么真正的眼界呀 有什么真本事啊 他们不断的吓唬您呢 就是想证明自己的地位很重要 你看看 国家缺少不了我们 这都是想打仗 想发战争财的人 您根本不用担心 大随呀 打不过来 而且呀 真要是对方打过来 为臣我官太小啊 我愿意主动上前 打过来之后 我跟他们作战 然后 把对方打得片甲不留 您再封我一个大大的官 您看看 这咱们君臣其乐融融 多开心啊 这段话讲的 特别像当年尾小宝 跟康熙讲的内容啊 但是啊 康熙是明君的 喜欢尾小宝这种弄臣的 但是陈后主是什么人物啊 你跟这些大臣 水平呢 也就是半斤八两啊 即使这样 他还刚愎自用 我就这么干了 谁也管不了 但是啊 别人能听你的话 对手不听你的话呀 杨广这边 马上抓到这个机会了 让手下两员大将 贺若碧和韩秦虎 直接跨过长江 这二位呀 在长江边上 研究南朝 已经将近九年的时间了 满脑子 都是成型的作战计划呀 直接就趁着打年三十的晚上 带着兵冲到了对岸啊 因为在此之前呢 他们搞了几次假装的袭扰 其实啊 一直没有真正的出动 陈朝这些军队呀 也以为的虚张成事的 没想到啊 大过年的时候 军队就杀过来了 哪有什么准备呀 直接是撒腿就跑啊 很快 这二位呢 就是兵部雪刃 占领了桥头堡啊 有了这个支柱 迅速带兵 就直扑南京啊 其实啊 大隋这边 为了这场战争 也做了精心准备啊 早就告诉各路军兵要体现仁义之事 威武之事 到了江南地界 老百姓家的粮食 各种私人用品 一律不许动 保全大家财产 而且军纪啊 非常严明 抓到俘虏之后 给点路费 送你回家 这些人一旦走出去 立刻宣扬 大隋的军队 非常的宽容啊 各地一听都这样了 我还打什么呀 干脆就投降吧 一路奔向南京城 没有遇到任何抵抗 顺利的连这两位将军 都不敢相信了 终于到达了南京城下呀 到了南京城下 陈后主还没有知觉吗 当然有知觉了 吓坏了 这可怎么办呢 马上把群臣召集过来 如何是好啊 我们早就讲过了 陈朝不是没有人才 是没有用好人才吗 陈书宝手下就有两员重要的将领 一个叫萧摩赫 一个叫任忠 梁宇生的作品 平宗霞永路当中 就有个黑白摩赫 估计就是从萧摩赫 这个人民当中得到的灵感 这位萧摩赫也是一员猛将 马上就跟陈后主讲了 咱们建康城当中 也有十几万军队部防 有什么可怕的 开城跟他们打吗 另一位将领任忠就显得非常有谋划了 他明确跟陈后主讲了 对方属于有备而来 士气阵望了 这个时候咱们应该避其锋芒 先在城中固守 你想想啊 他先锋部队能要多少人呢 不过是一支军队万八人而已呀 这种情况下 他们过江以后 能带多少粮草自重呢 咱们建业城 城高持身 守个一年半载 没有任何问题呀 干脆就避其锋芒 固守奸城 然后啊 他们小谷部队上来了 对岸 并不知道这边发生什么情况 我们干脆 派一支军队 持取杨广的大本营 杨广那边一定以为 过江的部队已经失败了 否则的话 对方怎么可能攻过来呢 肯定心慌了 这个时候 有可能就把杨广一战击败呀 而且呀 咱们再派一支队伍 声称绕到后方 直接截断他们后路 来个关门打狗 这种情况下 对方肯定惊慌 一定能把北军给打败 所以呀 不要着急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陈后主啊 还在犹豫呢 我到底听谁的呀 听个诗词歌赋 你都判断不出好坏了 这么好的计策 他也根本没有能力 分辨 到底是打 还是手想来想去呀 说你们俩先回吧 我回再琢磨琢磨 你想想 大难临头了 当断不断 你根本再没有机会了 等到第二天的时候 这二位将领又着急了 您看看 关键时刻 你给拿个主意啊 陈后主被他们二位弄得太烦了 干脆就说了 行啊行啊 就跟他打吧 萧摩河 你不说打吗 你马上领人 跟对方去打 其实啊 按理说 十几万大军 你就是真打 也应该能够击败北方的线豆部队 萧摩河呢 就直接领着十万大军 出城影战了 同时啊 还带了另一位老兄 也就是出主意 告诉皇上 没问题 我官太小 来人了 我去给您打 我封个大官 这个孔范 也在队伍当中 这拨人呢 浩浩荡荡 就直接来到前线了 迎面就撞上了 打随朝 贺若碧的军队呀 他这边才多少人呢 满打满算 八千多人 这些军队 你跟十万人打 这不就是找死吗 贺若碧当时就决定啊 咱们准备撤军吧 十万人上来了 咱打不过人家 但是啊 临走之前 他不甘心呢 我要看看南方的军队呀 究竟是什么样子 然后他登上山头 往下一看 哎 发现对方的军队呀 守卫没有相顾 出来之后啊 也并不是有充分准备的状态 这种情况下 保护旗可以打一仗啊 万一要是齐齐成功了呢 所以啊 贺若碧等这天等了很久了 不想轻易放弃呀 于是带领手下的部队 偷偷的开展西绕 结果没想到啊 再怎么说 对方也是十万人的 前锋部队刚跟对方交手 很快就被打败了 所以啊 贺若碧就准备往回走啊 结果走的途中啊 就发现南朝的军队 发现了拥堵 为什么发现拥堵呢 陈后主下个命令啊 谁把隋朝军队的首级砍下来 回来 那就是封上啊 双方一交战 南军就停下来 开始砍北方军队的首级了 当年秦灭六国的时候啊 军队当中就有二十亿军功制 你看一下人头越多 你获得风尚越多 但是人家有非常严格的军队习惯 而且打仗的时候 斩对方首级是非常勇猛的 但是陈朝这个军队历来没有这个传统 完全是为了当时钱财富贵呀 所以大家拥堵成一团 贺若碧这边一看 哟 好像还有机会呀 专门找对方的薄弱天 又杀回来了 您看看啊 北方的军队确实有血腥啊 等他再打回来 直接让对方打个措手不及呀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啊 十万人的军队呀 哪那么容易被八千人打动啊 当年淮海战役的时候啊 刘志怎么讲啊 别说五六万的军队呀 就是五六万头猪也得让解放军抓上一天吧 但是没想到啊 兵雄雄一个 将雄雄一窝 这个时候领兵出战的萧摩赫出现问题了 因为他刚出了没多远啊 后面亲兵就来告诉他了 说将军可不好了 您前脚刚走啊 陈后主就把您夫人叫到皇宫当中去了 看来呀 凶多吉少啊 萧摩赫一听就知道啊 这个陈后主啊 早就知道我夫人长得美貌啊 我夫人进了皇宫当中肯定美好啊 我打什么打呀 我为谁打呀 马上带着军兵就往回跑啊 他一跑 大家一看 主将都没了 怎么办呢 跟着跑啊 至于那个弄臣恐犯的 早就撒腿开跑了 他们这一跑啊 隋朝的军队跟着就演杀过来了 瞬间就要攻入南京城了 消息传到建业城中啊 陈后主也慌了 这时候怎么办呢 抓住了大将任中啊 说任将军 你看看 赶紧救我呀 任中说了 皇上 这时候我可保不了你了 大难临头 咱军臣各自飞吧 陈后主一看着急了 马上让人拿着金银珠宝过来 说任将军 你看看 我把黄金珠宝都放在这了 你无论如何得救我一下呀 任中一看啊 看在钱的份上 这么办吧 皇上 您赶快回皇宫当中收拾东西 我在江面上准备打船 接您走 陈后主一听啊 太讲究了 关键时刻还得看任将军呢 马上回去收拾东西等着 没想到 左等任中不来 右等任中不来 任中去哪了 直接投奔隋朝的另一位将军 韩秦虎了 到了那边之后啊 带着人就往戒夜城当中打呀 也有一些守军想拼命抵抗 结果任中就出面了 说诸位 我都投降了 你们还守什么守啊 赶紧跑吧 一看任中这样了 其他的士兵 那干脆做鸟兽散 直接打军 拱到了皇宫啊 到了皇宫这时候 陈后主怎么办呢 当时的大臣当中 就剩下一个宰相元宪 还陪在皇帝身边了 元宪就劝他 皇上 到这个时候咱得有点尊严 您应该什么样呢 把所有的朝服穿好 直接到了皇宫之上 等着他们来 咱给陈朝留点最后的尊严 要点脸吧 结果陈后主怎么说呀 我疯了 我到那等着他们 我直接都得下尿裤子 干脆呀 我跑吧 这种时候 建康城被围的水泄不通 陈后主往哪跑啊 在皇宫的后院啊 有一口枯井 他专门让人把他给放下去了 您想想啊 就这只赏 想不亡国 那都难呢 就在这种情况下 隋朝军队在韩秦虎的带领下 直接包围了皇宫 里外一找 没见到陈后主啊 能跑哪去 搜来搜去 找到了后宫 其中啊 一个宫女专门冲这口枯井 使了一个眼色 这些人马上就明白了 直接对着井口就喊 里面有没有人 我们往里边蹦石头了啊 就在这个时候 里面有人喊了 皇军别开枪 是我呀 果然 陈后主在井中呢 马上把他给吊上来 吊上来之后发现什么呀 不是一个人 还带着两个妃子 他非常宠爱的张丽华 就待在了身边 晋王阳广 带着大队人马 浩浩荡荡 威风凛凛的 进入了建业城当中 而这座建业城 从东吴东晋 经历了宋岐良辰 六个朝代 终于落下了历史的帷幕啊 能整分裂三百年的中国 就被重新统一到了一起 南北方虽然在形式上 得到统一 但是啊 哪有那么简单呢 还有更复杂的局面 在等待着晋王阳广 还有隋文帝 阳间